台当局以种种借口阻挠拖延东航后续运送计划 近千名区返乡台胞被迫继续滞留在湖北各地 有小台胞给蔡英文写信表达不满 为何看望外公外婆后就回不去了 还有被迫滞留的高三学生担心三月份的大学入学申请会受影响 如何解读疫情当前民进党当局强硬粗暴的应对手段 台湾时事评论员旁建国将民亲带来深度解析 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布新冠肺炎的正式命名 台当局仍指示媒体继续沿用武汉肺炎这一歧视性的错误称呼 并为其名曰与国际接轨 如何解读台当局在疫情命名上搞小动作的行为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台湾经济产业 台当局急推600亿新台币纾困计划有用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旁建国江民亲为您带来独家观察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 当地时间13号美国五角大楼通知国会 原计划用于购买飞机和其他设备的38亿美元资金 将被转用于修建美墨边境墙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动作会给美国2020总统选举带来什么影响 时事评论员张斌为您带来全面分析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我是诗元 选好钻六贵符全国连锁杏人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精砖会务用酒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新一代能量饮料盼盼爆发令赞助播出 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 两岸各界都关心的滞留湖北台胞的情况 由于民进党当局以种种借口阻挠拖延东航后续的运送计划 近签名需要返乡的台胞被迫继续滞留在湖北各地 近日有不少滞留在湖北的小台胞 是用助英掺杂汉字给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写信 不理解为何自己没法回家 而面对刘恶台胞返乡的迫切呼声 台当局陆委会确称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定正本当成信纸 繁体汉字掺杂着注英符号 歪写的字体一笔一画写出心中的纳闷 说自己和爸妈去看外公外婆后就回不去了 还有人写下我想要回家 我八岁 这些信都是滞留在湖北的小台胞 写给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 眼看距离台湾岛内高中以下学校开学的2月25号 只剩下不到两个星期 回到台湾还需要再隔离14天 只要晚一天返台 小孩课业又得再被耽搁 但台当局一拖再拖 迄今仍不同意东航后续运送台胞返乡的安排 使这些台胞非常失望 深感焦虑 据了解 列入东航运送计划的979名排胞中 约有85%是临时到湖北 其中 未满18岁的少年儿童和60岁以上老人近400人 有近80人为慢性病患者 他们都急于回台湾上班上学和就医 其中 还有一些台湾高三学生滞留在湖北 他们更担心 因此会影响三月份的大学入学申请程序 我只在这边过了几个月 可是我未来我的大学 我可能就要再复读一年 被写资料之类的 什么都没有办法弄 然后要关考了也没办法准备 被迫滞留在湖北的台湾高三学生情绪激动 面临考大学这个人生的重要时刻 却因为台当局的阻挠拖延而无法返台 能不能赶上申请都还不知道 面对留恶台胞 急待返乡的急迫心情和外界种种质疑声音 台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 13号在记者会上紧表态 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还是老调重谈称 会持续以防疫第一弱势优先原则 透过充分准备量力而为 与大陆方面讨论 来看下一条 不仅是在恶台胞返乡遥遥无期 针对陆配子女防疫期间的入台政策 台当局的态度也在11号12号连续的大转弯 这将使约2000名的非台籍陆配子女 无法如期回台上学 家长心急如焚 而岛内舆论界也是掀起了一片质疑声 原本台陆委会11号推出 有条件让非台籍陆配子女回台的措施 但12号遭到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台卫生部门主管陈时中撤销 对此台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 在1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尊重配合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决定 另外对于引起社会高度担忧 会虚心检讨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3号下午也召开记者会对此做回应 台卫生部门主管陈时中表示 之前陆委会是收到民众陈情 才推出相关措施 但台卫生部门不希望防疫有破口 两部门的看法不同 但这并不是说非台籍陆配子女永久不能来 只是因疫情严峻暂时实施 至于冲击方面 陈时中声称 未来会有两种状况 第一 父母在身边 陆配子女便没有生活上的问题 第二 父母不在身边 这样的状况不会发生 没有道理父母丢包 要台当局负责 陈时中这番话 等于把责任丢回给陆配家庭 针对台当局禁止 非台籍陆配子女来台措施 马英九14号在脸书发文表示 蔡当局目前所采取的部分作为 明显于所谓 儿童权力公约施行法的精神背道而驰 难道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台湾之子 不是台湾的一份子吗 马英九喊话 蔡英文 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吧 不要让民粹碾压人权 歧视凌驾人道 对于马英九的做法 蔡办发言人丁允公回应表示 这是因应疫情的暂时性措施 以降低人员流动风险 确保台民众健康 没有所谓的歧视 对于台当局的态度一变再变 也引发岛内舆论强烈质疑 台湾中时电子报发文指出 蔡当局在疫情爆发前 不断喊着鼓励台商回台投资 但在疫情爆发后 却仿佛将台商陆佩及其子女视为外人 没有积极协助他们回台 让不少台商不满 还有岛内网友批评 蔡当局需要钱的时候 欢迎台商回台一起投资台湾 觉得麻烦的时候 最好都不要回来 来看下一条 先是对在恶台包返乡的后续包机临时喊咖 而后围绕陆佩子女赴台问题的相关措施 一变再变 台当局的种种做法 引发舆论的不满质疑 14号 多位在恶台包家属 到台陆委会前陈情抗议 表达自己亲人想要回家的诉求 要求台陆委会应有所作为 不要再继续推卸责任 台湾人 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 纸板上 横幅上 我要回家的字眼十分喜怒 这也是陈情现场近50位 在恶台包亲属最大的诉求 在恶台包返乡包机 于5号遭台陆委会喊停后 至今已经9天没有任何进展 台包家属们十分不满 他们质疑台陆委会 是否在借防疫问题进行政治操作 故意拖延 如果台陆委会无能力处理 主管陈明通应该下台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看 回家是我们主要的诉求 我们的家人在湖北 请不要用异样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 多位有家属滞留武汉的台湾民众 纷纷面对镜头诉说各自的遭遇 他们强烈呼吁 大家共同对抗的应该是病毒 而不是人 家更不能因为你可能生病 而拒绝让你回来 我的小孩23号应该是 就可以在晚上9点回到台湾 但是因为封城的关系 到现在已经有快20天的时间了 他一个人在武汉 他说我不是病人 我没有生病 我们都不是病毒 我们共同别人 为什么变成是在武汉的台湾人了呢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 另外对于武台湾籍 仍滞留大陆的陆配子女 入境受阻问题 陈青现场也进行了声援 我们认为不应该用现在这种方式来重视这些道路配偶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更该展开我的双臂 拥抱这些两岸婚姻的家庭 让他们能够在台湾安生 灾厄台胞家属希望台陆委会能在17号前结与正式回复 台陆委会罚证处的一名官员到场收下陈情信 灾厄台胞及陆配子女 何时能回到台湾的家 一切仍是未知数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 然而台当局日前对媒体发布声明时宣称 仍将继续沿用武汉肺炎这一错误称呼 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 世界卫生组织11号已经将新冠肺炎正式命名为COVID-19 字母CO代表冠状 字母VI代表病毒 字母D代表疾病 数字19代表发现时间为2019年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选择这一名称是为了避免将此病毒 与地狱动物或个人所关联消除歧视 然而台当局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却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命名 仍称新冠肺炎为武汉肺炎 台当局疾病管制部门副主管庄仁祥甚至说 这是所谓与国际接轨 并建议岛内媒体沿用这一称呼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2月14号表示 民进党当局和所谓台独势力 利用此次疫情趁火打劫 大搞政治操弄 不断升高里岸对立对抗 肆意恶化里岸关系气氛 充分暴露出灵魂深处的丑陋 他们不断抛出充满歧视和罔顾人民权益的冷血措施 乃至违背基本道德人伦 让里岸婚姻家庭骨肉分离 充分暴露出其所谓民主人权人道的虚伪 他们在滞留湖北台胞返乡问题上口是心非 不断编造疫情防控保障能力不足等各种借口阻挠拖延 致使仍有近千名台胞返乡受阻 延宕至今已超过十天 难道这么多天还做不到能让这些同胞返乡的疫情防控安排 这些充分暴露出他们的目的就是能拖则拖 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台胞核实返乡根本不在他们考虑之中 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不惜牺牲台胞的生命健康 毫无骑马的人性良知 他们闭口不提台湾地区防疫专家 1月上旬来武汉实地考察 闭口不谈大陆向台方多次通报疫情 死不承认可以从大陆和世卫组织 及时获取疫情及相关技术信息 恶意编造疫情名称 武端攻击世卫组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编造所谓台方突破一中原则 参与世卫活动的谣言 这些充分暴露出 他们炒作参与世卫组织活动议题 根本不是出于防疫需要 更不是为了公共卫生安全 而完全是为了打政治算盘 借机谋独 他们斜扬自重 企图利用疫情 煽动所谓台独意识 完全暴露了以疫谋独的阴谋 马小光还揭批了 新任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游希昆的灭误言论 游希昆13号与所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丽英杰等人见面 谈到希望美国支持台湾 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鼓噪所谓台美建交 马小光表示 游希昆借新冠肺炎疫情 大放厥词 公然鼓吹所谓台独 伤害同胞感情 破坏两岸关系 所谓台独 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绝路 只会给台湾民众 带来深重灾难 马小光强调 所谓台独行径 伤害两岸同胞的感情 和根本利益 是比病毒更毒的政治瘟疫 我们有能力有信心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更有决心有能力 挫败各种所谓台独活动 民进党当局 和所谓台独势力 一意孤行 必将自食恶果 再来关注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给台湾带来的产业冲击 台行政机构13号 通过纾困措施 整体投入经费 达600亿元新台币 其中观光业为重点对象 台经济部门还提案 发放振兴折扣券 锁定夜市商圈餐厅为使用范围 计划以你消费我折扣的方式 由当局提供折扣 以振兴相关产业 不过这一规划 却被质疑点火能力有限 因为就算按照初步规划的 20亿元新台币预算 全台平均一个人 顶多分到200元新台币 台当局的纾困方案 究竟会不会起效 台湾民众多持保留态度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科主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诗员 本栏目由好事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蔡当局在疫情爆发之前 不断的喊话 鼓励台商回台投资 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却仿佛将台商大陆配偶 及其子女视为外人 这让不少的台商都心生不满 请问滞留武汉台胞的呼声 台当局听到了吗 他们准备怎么办呢 听到是听到了 可是他自己把事情给弄拧了 跟我相刚主持人讲的 你今天在疫情发生之前 你号召台湾的同胞 台商能够永远反台 今天疫情发生之后 你把它当外人看待 而且感觉上面那个氛围 越来越往就是这种所谓的 扩大矛盾身高敌的方向推 很显然来讲 他现在因为政治考量优先 所以很多事情他就一刀切 明明不应该一刀切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 你把人家家庭拆散 不管年龄大小 其实都不合适 可是他今天就是因为 台湾社会氛围 已经被他鼓动的 这种所谓的反中途中的 氛围起来了 然后他又任何 好像对大陆释出善意的动作 都在网络上面掀起了 很多批评的声量 他就要顺着声量去操作 当然你这个时候最高决策者 你本身心头 你有没有能把这个注意给拿定 如果你认为就是说是 两岸的关系应该往正向循环去走 我相信你一句话 一个政策 下面的官员会顺着你的意向去走 现在看起来就好像就是 最高当局所谓的蔡英文本身来讲 好像也在这个事情上面 心头上面有点拿不定 所以一下子这种所谓的台商的这些 眷属的回台的这些政策 三番四次的改变 就看出来他本身来讲 这个事情上面是拿不定的 那这样做法来讲的话 对台商来讲当然心寒 我相信这一个事情发生之后 相信有些台商约选 本来还对绿云有好感的 恐怕都因为这件事情的处理来讲的话 对绿云心生厌恶 我相信这对于将来民进党 还想要号召台商 还想利用台商 我看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不利的一个讯号 表示蔡英文基于政治的因素 完全不考虑人性人道 代表说他未来两岸路线会越走越绝 甚至连台商跟他的子女 也都完全阻绝在门外 这已经没有侧人之心了 完全是政治考量 当所有的政治都作为权力斗争工具的时候 不论是疫情 不论是台商身份 或者年轻 或者工具化 或者人性等等 全部都是用过急丢的工具 刚刚那个庞老师说台商会心寒 不止台商会死心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领导者 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 我看到的是很多陆配们到陆委会去抗议 抗议陈明通 陈明通其实还可以 他几个决策虽然有点磕 但是还留了几条路 是蔡英文 所以对蔡英文抗议 他应该是听不到了 因为他已经被权力蒙蔽所有的视野 当蔡英文心中 具有权力考虑的时候 人道关怀 两样的情感 台商和所谓的台胞子女的未来 其实都不在考虑之内 他的心中具有权力 我们也注意到 2月11号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命名为COVID-19 然而台湾当局却宣布继续沿用武汉肺炎这一名称 还说是和国际接轨 台当局一直想要加入WHO 也不可能不知道WHO的命名准则 为什么明知还有故犯呢 这个就是再次凸显民进党做事情 一向就双重标准 自想矛盾也没关系 反正对内对外他就是有别 然后别人的做事情 他永远都站在那里负面的 所有事情他做的就是对的 他就是这样子一种思考方式 那么包括在这次处理 所谓的新冠病毒的疫情 名称也是有这个态度 一方面你讲说你要跟国际接轨 一方面你说你希望增加国际的能见度 希望配合国际的规则 然后增加台湾在国际的声量 一方面来讲的话 国际上面已经定出规则了 你用不遵守职位者 就像刚刚明清兄讲的 就是要凸显政治的考量 政治的目的 今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刚刚大家都有个共识 疫情发生本来就是两岸之间 可以互相释放善意 营造出良性互动关系契机 你就偏偏要政治考量为先 然后要把这个好事变成坏事 这样的方式就是只是为了你本身感觉到 这样做更有助于巩固你本身的权位 更有助于巩固你本身在这种所谓的民进党内的地位 影响力 那这可是你却把这个两岸关系 以及大的发展方向发展格局给限缩了 可以发现到在目前为止 它整个处理方式都是超短线 都是工具化的 就刚刚明清兄讲的 什么事情来讲的话 都是工具化的思考 而没有必要的基本的人道的考量 基要的亲情伦理的考量都没有了 那么在这种方向包括了 像这种所谓的病毒的命名 命名就是说是国际间 国际游戏规则已经确定了 就叫新冠病毒 可是你却为了要炒作这个所谓政治的考量 为了要把中国大陆妖魔化 要把这个病毒的命名妖魔化 坦白讲就是这个意思 就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病毒的发生 疫情的蔓延 就要把这扣在中国大陆的头上 就要扣在武汉的头上 你就这种考量 否则国际间来讲的话 对于一个疫情的发生 一种病毒的命名 它本来就可以客观地 从这种所谓的整体的防治角度来做考量 也可以从他们本身医学专业来做考量 今天我相信做这样的命名 基本上面来讲的话 就有它的这种医学专业的考量 就是它疫情防治上面的整体考量 因为它们世界卫生组织 它们本身在这种所谓专业运作上面考量 我相信 可是你今天这个动作 非常清楚告诉大家 就是说是民进党在做行的时候 在可见的未来 恐怕都没有办法跳脱出 这种所谓政治考量为先的思考格局 而因为政治考量为先的结果 可能会把所有的一些规则都会放弃掉 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们必须要说我是蛮担心的 两岸关系经过这次疫情的考验之后 不但没有彼此释放善意 走向良性循环道路 反而会走向越来越僵然的发展方向 而还是一句老话 没有大陆善意 台湾坦白讲没什么出路 在这种状态之下来讲话 台湾在疫情过后 如果两岸关系继续僵然 台湾更加变用的话 台湾该怎么办 我们老百姓得要有心理的准备 当然我们更要责成我们政治人物 好好承担它 应该承担责任 台行政机构13号通过了纾困措施 整体投入经费达到了600亿元新台币 那么这对于疫情冲击严重的岛内各产业 又能够起到多大的效果呢 广告回来 我们接着聊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台北演播室 我是柯竹 此次疫情对岛内各产业冲击很大 台行政机构13号通过纾困措施 整体投入经费达到了600亿元新台币 其中我们看到观光业就是重点对象了 那么600亿元的纾困资金 是不是都能够放到点上呢 您认为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杯水车薪 600亿它有许多条件的限制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还要发放所谓的振兴券 还规定它是用理券的方式放到夜市 你要去消费多少 它只会补助多少 一般来说观光业属于一次性的消费 它简用完就用完了 而且这属于补助台湾的观光业 是左手到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从外面进来前才会让台湾的整体经济 跟流动性增加 你对照一下2019年 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贸易顺差 台湾从大陆获得的这个贸易的利益 是832亿美元折合新台币2.6兆 2.6万亿2.6兆新台币 观众朋友比较一下 600亿台湾自己拿钱左手到右手 其实它水库来说水库并没有增加 可是如果从大陆搬了2.6兆新台币 你觉得怎么样 水位当然就高起来嘛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我不晓得蔡英文跟他的团队是怎么打这算盘的 唯一一点就是他们只要巩固自己的权利 在台湾内部就好 夜朗自大就好了 不管外面的风雨 他就这样做 如果你从整体台湾的利益 跟未来发展来说 当然是要广结善缘 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跟工厂 现在虽然碰到挫折 但挫折会过去嘛 这不论于私于公都是如此 那台湾如果只是一昧的 所认为我要自己做封闭的政治体系 那600亿转来转去 每转一次中间就会消耗一次 跟我们影印的一样 你拿600张纸去影印 绝对不会是600张 中间会耗损 可能低于600张 600亿这样转来转去 其实在整个台湾整体的水位 跟货币供给量来说 没有增加嘛 所以我才会说是左手到右手 一点感觉都没有 如果你600亿呢 它是个机会成本 它用作生物科技医疗防疫 或者是投资再生产的 它可以产生更多能量 那OK 所以你看它放在观光业上 就是基本上讨好选民 担心他们反弹 因为观光受伤最严重 所以要救他们 这就是救选情 救政权嘛 所以如果常有发展来看 这个重点根本就不对 对台湾来说 如果未来在发现 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还有多少钱 可以继续拿来 左手到右手呢 不可能 所以我担心 台湾未来会自己 内耗 内耗 再内耗 耗到最后呢 台湾将要一遇胡底 坦白说 我也没有个底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诗元 好的 谢谢台北音波士 本节目由新一代能量饮料 盼盼爆发力赞助播出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 当地时间13号 美国五角大楼通知国会 原计划用于购买飞机和其他设备的 38亿美元资金 将被转用于修建美墨边境墙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动作 会给美国2020总统选举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时事评论员张斌 为您带来全面分析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元 选好钻六贵符 全国连锁幸人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节目由新一代能量饮料 盼盼爆发力赞助播出 一起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 当地时间13号 美国乌角大楼通知国会 原计划用于购买飞机和其他设备的 38亿美元资金将转而用于修建 边境墙 五角大楼特地援引了反毒品法 来为这笔资金的转移辩护 该法允许美国防部 在已知的毒品走私通道 为其他联邦 州和地方机构建立为蓝 根据预算文件 五角大楼调用的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 本来应该用于购买海军陆战队的两架F35战斗机 两架鱼鹰轻转悬翼飞机 以及侦察机运输机等其他飞机 此外 这笔资金原本还计划为美国陆军更新汉马和卡车 为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 购买13亿美元的新装备 和开发某些美国海军舰艇等项目 但五角大楼对国会说 这笔资金要么超出了军方的需要 要么暂时还不需要 因为这些项目的时间表存在问题 此前还有消息称 特朗普政府计划在2020年 从五角大楼的预算中拨出约72亿美元 用于推动边境墙建设 这笔72亿美元的拨款 将为特朗普提供足够的资金 在2022年之前 完成近900英里的隔离墙的建造 这也将帮助特朗普 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谋求连任 美国中文网还报道称 盖洛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 给政谋求连任的特朗普 带来一个好消息 调查显示 有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 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 比三年前特朗普上任之初要好 另外62%的人认为 经济改善有总统的功劳 此外 当地时间13号 美国参议院以55比45的投票结果 通过一项限制特朗普 对伊朗动用武力的决议 值得注意的是 当天投票时 共有8名共和党人倒戈 对这项决议投了赞成票 根据这项决议 除非美国国会正式宣战 或者明确批准 否则总统不得动用 美国军事力量 对伊朗采取行动 美国媒体称 这项决议的导火索 11月3号 特朗普在未提前告知 国会的情况下 出动无人机 杀死了伊朗高级指挥官 苏莱曼尼 使中东局势骤然升级 相关话题 我们来电话连线 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 张先生您好 当地时间13号 美国五角大楼市通知国会说 原计划用于购买飞机 和其他设备的 38亿美元资金 被转而去用去修建边境墙了 那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个动作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这对接下来当地的2020选举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特朗普这次呢 要从一个军方抽到资金 来修边境墙 显然嘛 因为钱是不够的 那么最早呢 按照正常程序的话呢 如果特朗普想按他的计划 修这个边境墙的话 一定要通过美国国会 但是呢 由于美国国会呢 包括反对党层层的涉足 所以呢 他的资金整体来讲是不充裕的 那么去年的时候 我们甚至看到特朗普呢 甚至要希望宣布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他就可以使用这种 军费预算的资金 所以可见啊 他要想找这个钱来修墙 那么难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从这个五角大楼的预算中 拨出一部分钱 这显然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一个 很好的办法 当然了 五角大楼的这样一个做法呢 也会遭到相应的美国的 这个政客的一些反对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特朗普 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和包括这个具体在实施操作中的一个方法呢 显然是筹资金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啊 对特朗普的竞选还是有加分作用的 首先呢 我们知道在美墨修建边境墙 这是特朗普当年在大选的时候 一个可以说是竞选的承诺 那么也是他在2020年竞选活动中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这个内容 特朗普给美国的民众传递的是 需要边境墙来遏制非法移民 包括贩毒活动 是得到了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支持的 对线这个竞选承诺 显然是特朗普的一个修墙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确实在第一个任期之内 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整体的 这样一个在民众中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整体的态势来讲 再加上修墙这样一个回应美国很大部分公众 关切的一个事件 那么可见对于特朗普未来在选举中能够取得相对优势 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好的 谢谢张斌先生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就相关话题来展开讨论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就美国的相关话题 继续来电话连线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 张先生 美参议院通过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决议 这其中是有八名共和党人倒戈了 那对于这样的结果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这次的这个决议的通过呢 比较令我们关注的是呢 有八名共和党人倒戈 对这两对这上决议是投了一个赞成票 这其实呢也反映出了一个在美国国内 特别是在他的这样一个政坛上 对于那对伊动武呢 还是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分歧的 理论上讲 共和党人支持共和党的总统 那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以来 特朗普的一些举动呢 确实是相对呢 是突破了一些底线 也造成了不仅包括反对党 包括内部人士的一些意见 由此可能会引发 对于呢美国的相对去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的 这样一个限制措施的通过呢 应该说也表明了美国的一个 国会的一个态度 就是除非国会正式宣战 或者明确批准 那么总统你是不能动用美国军事力量 对伊朗采用一个军事行动的 当然我们要看到 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程序啊 这样一个这个措施 对特朗普到底有没有限制作用 是不是能阻止他对于动武呢 目前来讲呢 我觉得还是个未知数 因为首先特朗普呢 在这个事情之前就表示 要针对这个决议来动用自己的否决权 那么这样的一个决议 如果总统否决了的话 按照美国的这个程序的话 那么他的参众两院 分别都需要最少三分之二的赞成票 来驳回这个总统的否决 可我们知道呢 共和党现在呢 是参议院的多数席位 所以他们一般来讲 不会对自己本党的总统的决定 投反对票 所以呢 估计这样的一个 驳回的可能性呢 并不是很大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一个决议的通过呢 包括有内部人士的反水呢 都展现出 当时特朗普在没有告知 国会的前提下 出动无人机杀死了伊朗的高级指挥官苏联曼尼 让中东的局势骤然升级 同时可能对美国的安全造成影响 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里的一个隐患 那么未来 如果再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加剧的话 那么显然就会对美国自身的安全造成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 美国的国会的这个众议院通过议案 包括这个禁止对伊朗进行相应的战争的 一个法律的相应的一个原因 就是要把特朗普的这种任意的行为 把它限制住 让他的权利受到相应国会的约束 同时把跟伊朗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好的 谢谢张斌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英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